不知道您最熟悉最喜爱的荧幕情侣档会是谁和谁呢 是刘德华和关志玲还是陈坤和赵薇 亦或是梁朝伟和林志玲呢 虽然他们只是逢场作戏的荧幕情侣 但是留给大家的浪漫回想还真是不少 近日呢 有两位来自台湾的艺人特地去厦门海边拍了大片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大家喜欢的荧幕情侣档呢 一起去片场探探班吧 台湾偶像剧中的荧幕情侣们总是让人献煞不已 众所周知的就是恶作剧《之吻》中的郑元唱和林依晨 而这边走出王子变青蛙的明道与乔恩 身穿婚纱礼服携手出现在海盘边 这可不是在拍摄电视剧哦 左右时尚 时尚我左右 大家好我是明道 大家好我是陈乔恩 为什么明道跟陈乔恩这一次 今天会穿着这么正式 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原来近日双双结束新片拍摄的明道和陈乔恩 集至厦门 拍摄大片就婚纱甜蜜 乔恩现场换装二十多套 时而纯洁 时而华丽 拍摄效果美轮美奂 这次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平常的造型啊 就是比如说参加一些颁奖典礼啊 什么的话都会穿比较性感一点 或者是颜色比较鲜艳一点 那这次就纯粹就是很多我们穿了很多宫廷式的婚纱 小礼服式的婚纱 花精灵式的婚纱 然后每一个造型我都觉得很有感觉 其实这次拍摄的感觉 我觉得男生其实一般都很简单啊 虽然这次其实拍的时候你换了二十几套 对不对 二十套 我也有大概八套左右啦 但因为男生嘛 那婚纱其实我们都拍的 男生比较干净 其实都是看女生表演为主 之前在偶像剧《王子变青蛙》中 两人扮演的情侣经理许多最终走到一起 不过在片中 两人在婚礼当天却掉入山洞 而现实中两人再度牵手默契十足 拍摄现场场面温馨 当然也不乏搞笑的一面 对于两位惊艳老道的演员 拍摄并非难事 不过在厦门第一天外景时 遇到了大风 气温骤降 不过两人依然非常敬业 进入棚内拍摄 陈强恩脱下厚实外套更加活跃 拍摄间隙 强恩也展现出活泼的一面 跟摄影机开启玩笑 两个老搭档拍摄非常专业投入 迅速进入角色情绪 明道也展现出体贴本性 处处照顾乔恩 为了加快拍摄速度 牵场时明道甚至将乔恩抱入怀中 你觉得这次又跟我合作拍这个婚纱 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们两个有在戏里面结婚 有结婚过吗 有 因为我每一档戏都要跟一个人结婚 我也结到 我老公是谁了 你知道就跟很多人结婚 但是好像这么正式的 就是打扮成 新娘 新娘的样子的话 这真的是人生中定 第一次 乔恩表示自己哪怕和明道合作十八次 依然充满火花 两人交情如此之好 合作之外更多快乐 大半晚要去换旗袍在门口端洗它 哈哈 就是 要没 乔恩甚至觉得以后结婚都不需要拍婚纱照了 我现在结婚的话 我都不再需要拍婚纱照了 我就直接把明道那一半 然后去掉 就放我自己的就可以 今年一时 明道有什么新年愿望呢 今年的新愿望是 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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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真的有点想了 明道他坦言自己想要结婚 不过更希望事业红火 家人健康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五年新大运 八道台 在戏中扮演情侣甜蜜不已 在戏外更是交情甚好 在外界看来完全是一对敌人 看来选择这对荧幕情侣代言婚纱摄影 真的是恰到好处